星期三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举行的选举中 安倍获得470张选票中的328票 当选为第97任日本首相 根据这次选举结果 本院因此决定 根据日本众议院第18条第二款的规定 任命安倍晋三为日本首相 尽管在12月14号举行的提前大选中 选民投票率低 安倍领导的政党联盟仍获得胜利 安倍誓言要继续推动 其上一任期的安倍经济学 在年内最后敲定规模 3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措施 坚持更加自信的安全立场 推进解禁集体思维权相关的安全保障法治工作 预计安倍会留任上届政府全体格聊 但深陷政治资金丑闻的防卫大臣 江渡聪德将去职 曾任防卫厅长官的中古元 将担任新的防卫大臣 被视为鹰派的中古元 主张在面对迫在眉睫的攻击时 日本应具备先发制人 打击敌人的能力 他的这一强硬立场 可能会激怒与日本 有东海岛屿争议的中国 在安倍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呼吁日本本着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的精神发展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保持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同时我们也希望日本 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为维护和促进本地区的 和平稳定与发展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